大家好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五 最漂亮的礼拜五 为什么周董这样讲 因为答案很简单 外资密码表 昨天让周董看出一个美高 昨天周董下午2点45的时候 我就盯着电脑 就看外资密码表 有没有做一个很大的变化 的确有 外资密码表告诉周董 昨天是不是嘎空 嘎到了17401 可是昨天嘎空过后 17200的call 有人在这边下 知道我的意思吗 明明是嘎空 照道理来讲已经倒装了 可是有人不怕嘎空 所以我告诉会员 今天结算 在17200之下 之下 没有第二句话 那好呢 我昨天告诉大家的无党股票 第一名伊阳 涨停板 第二名长家志 涨停板 第三名名达伊 涨停板 第四名静宏 涨停板 第五名瑞森光电 还是涨停板 为什么我告诉你的期货会往下重挫 为什么我告诉你的AI医疗会无党往上涨停 想要知道的 周董细细细的教你 进来周董的世界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不用多说 直接看我们这一章 你看到今天的大盘 为什么涨不上去 然后大跌几乎快要200点 答案很简单 因为未知密码表 我最近是不是告诉你 我说本来的关键价是在17300点 17300点 果真 昨天有嘎空 俗称导庄 导庄来到了17401 大家要记得 礼拜二礼拜三 如果导庄的话 相对的 一定要收最高 也就是扣导庄 一定要收最高 否则 否则 已经导庄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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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的 今天 过不去 昨天高点 就要往下 导下面的庄 周董没有教过你 对不对 来看这一章 所以周董今天 忘了做外资密码表 今天的关键价 是在17200 那17200不守的话 会来到17100 答案就是 今天结算 果然结算在17100 好 那现货怎么看 新闻很简单 我刚才是不是告诉你 我说呢 今天过不了 昨高 买过 有没有看到 买过 昨天17401 今天过不去 对不对 就必然往下 那往下 第一个目标价呢 就是17200 17200 不保 17200 关键价 那17200 破的话 不要不信邪 礼拜三呢 这五个字很重要 不要 不信邪 果然呢 结算在17100 17100 结算在整数价位 所以你就知道说呢 周董告诉你的 都是呢 外资啊 他们想要做的方向 他们想要赚的钱 完全逃不过 这张外资密码表 而相对的 还有一个美感 来看 我常讲 我说呢 这张图不能教你 这张图教你的话呢 你会 骑到周董头上 这一辈子 你就不会尊敬我 可是这张图呢 我永远不教你呢 你永远要尊敬我 为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 我漂亮 漂亮吧 重挫 你有没有看到 我漂亮 你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漂亮哦 漂亮哦 对不对 所以相对的 我跟你讲的呢 台湾股市啊 永远做对边呢 是真实的 来 昨天是不是给大家关键价 17400 你多头嘛 你上去啊 你上去啊 上不去对不对 上不去就要下来 先来的不会到 来看 所以我常跟你讲 我说台湾股市归我管 你也不要不信血 为什么 因为呢 我是经过了33年 我敢讲这句话 33年前我不敢讲 33年后的今天 我敢讲 好不好 你有没有看到 早上呢 是不是来到了17340 先来的不会到 什么叫做先来的不会到 如果早上在这里 结算就不会在这里 了解吗 早上在这里 结算就不会在这里 了解吗 那接着 接着就17200 17200到了 对不对 那相对的 结算也不会在这里 那结算在哪里 17100 不要不信血 结束 就这么简单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周董告诉你的 我说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做 方向对 一定赚 这六字真言 记得 是我发明的 你不要开玩笑 方向永远会对 了解吗 也就是我们可能呢 有时候会亏手续费 可是不至于 大亏 了解吗 亏手续费大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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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这样做 如果你要的话 周董教你 好不好 方向对 一定赚 关键价 十日线 开盘价 我从来没有变过 我就是照这三个价位 来做方向 来赚钱 那关键价呢 昨天告诉你 17400 今天上不去 果然往下走 了解吗 上不去 必然往下走 没有第二句话 所以我就告诉你 目前还会震荡 那为什么讲震荡 不讲崩盘 答案很简单吧 我说呢 这个大盘 十日线 有距离 那今天要跌多少 才会破十日线 今天要跌两三百点 他就不会啊 了解吗 就不会嘛 所以叫震荡 可是呢 如果明天直接崩下去 那就漂亮了 崩下去怎么样 崩下去呢 这个空方就会再起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种告诉大家 我说呢 现在 我们要坐对面 记得哦 7月18号 记得7月18号 我们昨天有讲解 昨天呢 讲解像 为什么呢 我昨天找盘要做空 为什么呢 昨天我看出了什么 make up 叫你呢 一路空到底 有没有 一路呢 大赚了一百 七十多点 相对的 又买进了1730 不得 最低买37.5 最高出160 赚了三倍多 对不对 也是呢 告诉你为什么 我都跟你讲为什么 接着跟你讲 外资密码表 今天呢 不过走 来不及做 好不好 所以呢 今天呢 其实呢 紫色的框 应该在17200 然后呢 蓝色的框 是在17100 然后接着 红色的框 红色的框 就在17300 到400 就这样 今天的框 应该是这样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告诉大家的 为什么 每一趟 都要做对方向 我是怎么想的 我是怎么看的 昨天都有讲 好 今天来 昨天的就昨天放下 做期货 做选择权 最忌讳的 想过去 你想过去 你试试看 即使你过去对 你要记得 把它放下 重来 即使你过去不对 那根要抛掉 过去的想法都不对 照周董的 关键价 实现开盘价 永远会堆 来 今天 怎么做 今天呢 早上上不去 上不去 那上不去的话 我讲过 我说呢 可以偷看 偷看什么 偷看现货 周董考试都会作弊 偷看 早上这里呢 没有切线可以看 这里有吗 这里就有切线了 有没有看到 这里就有切线了 怎么切 不是 不是随便切的 了解吗 这个切线不是随便切的 有没有看到 有漂亮吗 有漂亮吗 有没有漂亮 有没有看到 会不会切 那为什么呢 用现货切比较漂亮 大家要记得 奇货永远在骗人 这个世界上唯一不骗人的 叫做现货 为什么现货没办法骗人 现货每天都成交4000亿到5000亿 谁有这么多钱来骗人 那奇货不一样 奇货几口 外资说了算 了解吗 所以为什么用现货可以偷看奇货 现货的方向才是真的 来继续 所以呢看得出来吧 还放空 放空 有没有 很老实的放空 那这里再空一次 那怎么知道这里再空一次 当然简单 先到的就不会来 所以呢当17200 站不上的时候 站不稳的时候 他必须来到17100 有没有看到 周董告诉你的 为什么每一次结算 不是00就是50 外资要赚钱 外资也要养家活口 如果每一天都是黏在盘上 比如说 今天指数17200 明天17200 后天17200 下礼拜17200 下个月17200 下一年17200 整年都一条线 我请问你 外资怎么赚 了解吗 所以今天就是外资欺负你 不信邪 你以为会拉高结算 对不对 谁规定的 外资密码表 昨天就变了 外资密码表 昨天就告诉周董 17200 自下 自下 结算 了解吗 来看 所以你们看到 我跟你讲的都对 有没有 结算也不会差太远 就是17100 就是刚好整数价位 那为什么刚好整数价位 因为要赚钱 你有没有看到 结算在00 50 00 50 00 50 是不是两边都赚 对吧 有没有看到 所以答案很简单 我们今天做了1730年的put 第一趟最低买30点 一路几乎到尾盘208点 赚的快要6倍 6倍 好 接着呢 我刚才是不是给你看到 第二个17200站不上 我再买17250 有没有看到 最低买28.5 最高一路到尾盘左右 来到了158 赚4.5倍 今天就赚10倍 有没有看到 今天就赚10倍 而这两趟做的 都是用科学方法 用科学根据 才会做得到 了解吗 才敢做 而呢 我们一路上告诉大家 来 我说呢 我就是有所本 上礼拜四 到今天礼拜三 一个礼拜的绩效 17.9倍 怎么做的 我每一天都有影片 你要去看 7月13号到14号 YouTube的影片 怎么赚两倍 怎么想的 为什么敢要留仓 而且还留到18号 留到昨天 为什么怎么想的 昨天有交 接着呢 为什么昨天要做空 不是做多吗 为什么要做空 昨天有讲 我昨天有告诉你 为什么我怎么想的 赚三倍 那为什么下来 我又敢做多 我是怎么想的 我昨天有讲 赚一倍 接着呢 我这密码表 变动了 变动了呢 我昨天呢 不不跟你说 可是相对的 变动了 我会员我有讲 了解吗 我明天呢 再把我忘记 PO的那一张 来PO出来 了解吗 昨天就跟会员讲了 17.200之下 做结算 所以呢 我们挑了标的 有没有看到 都买put 有没有看到 30点赚到208点 赚了5.9倍 我给你配 这是实际的 有没有 做第二趟 我刚才也有讲 为什么我要做第二趟 因为17.200再不稳 必须再往17.100走 所以呢 17.250 会有150点的价值 我现在买粮 28.5点 未来会有150点的价值 只有我看得出来 这个价值 了解吗 所以我可以赚4.5倍 所以你看到没有 我每一趟 都有影片做教学 有没有 有没有 所以总部加起来 17倍 那上上礼拜呢 14倍跟19倍 就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周董的影片都是有所本的 我先跟你讲 关键价在哪里 照着关键价做空 做空 做空 从来不会游移 因为期货你要记得 期货不是多 就是空 不要跟我讲模拟两可 什么叫做盘整 没听过 不要不信邪 了解吗 那一样的道理 来继续 我说呢 周董今天给你最棒的专案 55688 告诉大家呢 期货跟选择权要怎么做 所以你有任何疑问的 今天呢 麻烦打电话 02-2321-9933 好 股票呢 周董很笨啦 如果跟期货跟选择权来比 股票真的很笨 选择权呢 尤其是周选择权 今天一天 可以赚10倍 股票笨到什么程度 只能赚10% 了解吗 来看 我的股票很笨啊 对不对 我常跟你讲 我股票最笨 只会买主流报波段 剩下都不会 了解吗 剩下都不会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很笨 很笨吧 告诉大家呢 我们就是这样笨笨的做 相对的 有没有 有没有很笨 有没有 有没有很笨 为什么呢 告诉大家呢 这样笨的股票 买着抱着就好了 都不用换来换去 因为我也不会做价差 做价差对我来讲 很困难 因为呢 我只知道台湾股市 买主流报波段最赚 而且呢 现在呢 是AI元年 我一定要做AI的股票 剩下的股票 我不要做 所以呢 你可以跟他 我帮你锁定回答 如果他有任何震荡的话 我会呢 稍微的警示 可是呢 如果都没有的话 我要买主流报波段 那现在买了什么 现在买了叫做AI医疗 很多人想 AI的股票已经涨多了 没有错 比如说呢 技嘉啦 涨多了 广达涨多了 伪创涨得更多了 相对的 我是不是告诉你 等拉回我再带你买 可是相对的 有AI还在底下的 这个AI的族群叫做AI医疗 你要想呢 我们现在介绍你的 不是生机股票 不是新药 我们不会做药 我们只会做软体 然后呢 帮医生看病 比如说X光啊 比如说呢 内视镜啊 比如说呢 我们的眼底 所谓的眼压剂 甚至呢 眼底反射 那相对的 这所有的AI医疗 都建立在 AI自动的生成 也就是AI现在呢 已经跟我们一样了 会自己思考 会帮助医生呢 说病征党在哪里 相对的 来看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我告诉你的方向 就是台湾未来会发展的方向 所以呢 相对的 昨天给大家呢 这些无党股票 还有明达一 甚至呢 还有静宏 你有没有看到 我只挑无党生计股给你 这无党股票 今天都涨停 今天都涨停 那为什么周董讲的 买主流爆波段 他可以稳当的涨停 涨停 涨不停 答案也很简单 因为我带你做的是一种大趋势 就像当初呢 115块带你做广达 你也是嫌贵啊 来看 我说呢 很多呢 大趋势呢 都看不懂 都一定要买过去很低价 了解吗 我知道呢 你在呢 笑想呢 广达买60块 这个位置 可是呢 周董呢 却偏偏告诉你 115块可以买 有没有看到 115块 在6月初的时候 6月初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6月1号 115 这里可以买 当初呢 我是不是告诉你 我说那你要利用 辉达 目前呢 是全世界AI的霸主 而呢 他跟台湾合作 相对的 台湾合作AI的对象 只有广达 技嘉 伪创 那相对的 这三档股票 你有没有看到 我没有买在最低点 可是当我买到 咬到以后 有没有报告赚最赚 115 差一点点 赚一倍 来看 这中间都没换过吧 没换过吧 没换过吧 到今天 210了 了解吗 到230是不是赚一倍 那样的道理啊 2376的技嘉 不是也一样吗 我告诉你呢 要买进的时候 都在6月1号 那个时候呢 还有182 了解吗 那一样的道理啊 3231的伪创 伪创这档 我呢 我没有告诉大家 我们要老实讲 这档股票呢 当时候呢 没有告诉大家我要买 因为当时候呢 资料太少 不知道呢 他到最后 竟然呢 沙奥地阿拉伯的 王厨 萨尔曼 跟他下了 所谓呢 150亿美元的订单 所以呢 这档 的确是没有买 可是相对的 你现在看出来了 我们呢 AI的股票呢 是的确可以抱波端 了解吗 就像呢 2453的林群一样 抱他两倍 先赚两倍再说 所以呢 周董告诉大家 现在AI医疗 我带你做 单压群组 你现在进来 周董的股票群组 我另外呢 我另外呢 再给你个line 让你呢 可以重压AI医疗 那我及时的呢 会请专人的服务 服务你 告诉你 我怎么看的 现在你要买多少钱 所以呢 这个专案呢 刚好适合大家 55688 相当的优惠 恰询专线 02 23219933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凡死 每次下班前 才叫我做这个 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制根本 在到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周刊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周刊 让你赚金第二份薪水